我告诉你一个原则 不要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 或一篇文章 你喜欢或不喜欢 就否认它或歌颂它 只要你都容易犯大错 知道吗 针对他的这一句话 我认为不对 那针对那一句话 他可能讲错 因为这一句话 有可能是人家断章取义 弄不完整嘛 对不对 那你就批评他 你可能会把这个人 完全否认掉 那你可能因为 这一句话讲得很好 就把它捧得像什么 我想那也不必 对不对 同样一篇文章的论点也是一样 这是不要因为一小部分 而否决 那个人的全部贡献 也不要因为一小部分的成就 你就把那个人捧得很过分 那这样都不好 所以你假如有看过他的 从法上依法不依然 他的东西是好的 可用的你就拿来用 不好的你不要用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问我对他两个人 我没有办法这样跟你讲 没有办法 假如你说他哪一本书 哪个东西 那我看的 我觉得这样 那你看怎么样 那针对那个部分 这样来讲才有具体的标的 那你这样对这两个人太笼统了 太笼统了 基本上这两个人来讲 都有成就 那成就以后呢 他们所做的广告啊 跟地址的宣传呢 那就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两个人是当今啊 西方社会啊 最推崇的人 但是 是不是真的达到子余至善 大概都没有 但是成就一定有他们一定的成就 只是那个成就呢 符不符合各中各派的标准这样而已 OK 可否解释本尊上师 这本尊就是讲生命因素的那个部分 上师是你的指导者 我们修行的话 有三个东西你要圆念 一个是圆念道场 你一定要有一个道场 圆念上师 善知识 善知识 善知识就是善知识 指导者 那圆念法门 那么 本尊呢 是指导者 来启发你 你对你自己的生命 一个定位 那个叫本尊 所以它是有区别的 如何修身 修心 这个 这样没有办法告诉你 这是整套的修行法 从修身到修心 然后到灵性的整个超越跟成长 这是整个的修行方式 那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进来吧 再教你 好 请问要怎样拜佛才能达到消除业障和忏悔业障的效果 这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啊 这个部分啊 第二个 拜佛是否要观想佛的圣容 你有没有见过佛 不然你怎么观想 我就跟你讲 不要迷人化 他有什么圣容啊 他长什么样子呢 对不对 你要看那个 一些什么 外星人的电影有没有 科幻一些 科幻电影一些外星人 到底外星人长什么样子啊 但他来到这个世界一定都要迷人化嘛 对不对 然后你要把他打死之前 他才显现他的 那个什么 那个 原来的眉目长得奇形怪状 人家也不见得长得那么丑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不这样子 你没有办法看嘛 他没有标的嘛 那一般凡夫学佛啊 都要把佛菩萨给迷人化 即使信仰上帝也是一样 这个一神教啊 是最最严重的偶像崇拜 迷人化就是偶像崇拜 你怎么知道他长得跟你一样 对不对 你去问狗说 你你们家上帝 他一定说 这长得跟我拉不拉都一样啦 他才不会变成黄金类犬啦 对不对 那哈斯基一定说 是才长成我哈斯基这个样子 谁说他是像你拉不拉都那么丑 这一定是这个样子啊 那你怎么知道上帝一定长哪个样子 所以你不用去这样 不过古代他是有这样讲 要你观想圣容 那古代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那是相法时代 他这样讲 他这样讲 一直到啊 这个 我们讲公益革命以前啦 我们这个公益革命 大概也是五六十年而已 你这五六十年前的人 在这种状况之下都还很有用 因为他观念很单纯 现在不是啦 现在你只要家里有两尊阿弥陀佛 你就没办法关了 你看西藏的是鸡蛋蕾尖尖的 有没有 那我们中国的就肥肥胖胖很有福像的 那你要看看是北方的还是江浙的 你浙江的福像那种长相 那长相不一样 因为那是艺术家的造型 所以你圣荣要怎么观想 可是古代人可以 因为他生活单纯 他容易把心按住在那里 我们现在不一样啦 现在不一样 或者观想佛光色色我们 或者称念佛的圣号 拜佛都是称念佛的圣号 为什么他当作一个媒介 拿毛本师释迦牟尼佛 只是一个色心 刚好一个动作 让你羽液 生液身体在动 跟液液同色起来 生与液 做转化比较方便 请问在家人是否可以做恩贡 你要有人指导 修任何密法 恩贡是外道 拜佛教的一个修法 佛教当然也不拒绝 也接受 可是你要修这些法 最好是有人指导 不要看一看 就自己修 到时候家里就变火供 不是恩供 要有人指导 有人指导就可以 你没人指导 我是希望你不要尝试 不要尝试 你去参加就好 哪个师傅在伴你去参加就好了 生命的体证 是靠力行而证得的 这种精神上的体会 是经过意识上 还是心事上 还是心事上才会产生的呢 这个意识上还是心事上 那你这个定义要先区别 这个同修问这个问题 应该你自己已经有相当深入的体验 那么你既然要分意识跟心事有什么不同 你就应该先把意识是什么 心事是什么先讲 因为你有这个问题 这个我讲的是体验 你说体症无所谓 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精神上的体会是怎么样的 我想我们不用精神这个字 精神相对于物质来讲 我在用词上是用灵性 心灵的这个词 我不用精神这个词 因为精神这个词 在现在的时代里在运用上有困难 有困难 所以我们的语言模式必须要共通 语言共通以后才有办法谈论 那彼此之间的要沟通的部分 生命的本质 原是佛性 本尊的一体 是每个人原本具足的 而这种根性原是藏在人的哪个地方 哪一处 意识中的哪一事 或是片虚空都有呢 这个本尊一体 你佛性生命的本质 它是本来具足的 是存在的 那你呢 因为无名覆盖把它藏起来 藏在哪里 还是在你的生命中 那离开你的生命就不算 现在你的意识 你的意识 你把你的生命 只局限在你的色身里面 你不了解真实的生命是什么 你现在这里所讲的生命 还是虚犯的生命 不是真实的生命 这个提问的同修啊 这个对佛法的了解 相当的广泛 但是那个用语啊 语言上的使用啊 应该你在用的是跟你 你的师父那边 还是你自己的思维里头整理的东西 跟我这边还没有形成一致 所以很多词在用的时候 我们有很大的出入 所以名词呢 这个叫语言啊 那个模式啊 定义啊 要弄清楚 要弄清楚 所以我为什么说 要一个道场 一个师父 你的语言模式才能架构起来 语言模式架构起来 你的思维才能沟通嘛 你的语言用词都不一样啊 你讲的跟我讲 字是同一个字啊 那意思完全不一样 那就不好沟通了 语言模式不好架构 我们是希望说 能够多有这种沟通 那你是说 这个生命的本质啊 到底在意识中的哪一识啊 那不在意识里头 心意识里都没有 八识里头都没有 它不在里面 八识是虚犯的运作 不是真实的 它本身是存在的 只是被无名盖住而已 它不跟八识流转 这个地方是可以这样跟你讲 净土会消失吗 净土在爆生的世界里 不会消失的 化身的世界里找不到 因为化身的世界 有那么样的一片净土 它也是沉入坏空 它也是沉入坏空 到澳洲 也有一片净土啊 没人去的时候都是净土 人去就不是净土了 对不对 因为它 会沉入坏空的 可是在爆生的净土里 它不是沉入坏空的 这个不一样 请问化身净土指的是人间净土吗 可以这么说 这个化...这个... 我们叫化身啊 不说化身 它写的是化身 我们讲化身佛 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 就是身团 就是身团 它有条件的 就是有戒律性之 在戒律的前提之下 身众 就是士众们能够和和相处 那种净土就能成立 就能成立 所以关键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把这个佛陀的净土加以扩大 可以构成人间净土 那目前呢 做不到 因为佛陀的身团呢 全部被破了 北传的被破了 藏传的也被破了 南传的现在摇摇欲坠 有几个道场不错 但是这样的净土呢 它又不能够普及 要能够普及啊 一定要汉传的净土 就佛陀净土啊 这个身团啊 能够健全起来 那透过大圣佛教的这种俗世主义 俗世的教化众生的这种理念啊 去推动 把身团啊给予扩大 到整个人间来 那才有可能有人间净土 这是一个状况 第二个问题他问 佛说阿弥陀经中所说的七宝词 指的是七菩提芬 七菩提芬中的第六 是定菩提芬 如果一个人临终前心颠倒 就肯定去不了西方净土 而人心之所以会颠倒 是否是业力的牵引 这倒未必啊 这环境塑造的问题 当然你讲业力的牵引 这本身也没错 不过经过几十年的功力 为什么到最后要颠倒呢 这个你说业力也对 那我想是修行的功力不够吧 因缘的合和福报的不足 或是另有胎因 而这是由不得人去主宰的吗 不是由不得人 人只要修行绝对可以 我也告诉各位 人是什么都不行 只有修行可以 你不要以为你行 你行是因为有福报 你没福报的话 告诉你什么都不行 人真正能做的是修行 就修行 你一修行啊 天龙八部通通扶持你 通通扶持你 那你有很多事啊 你根本就不用去管他 他自然就会过关 这时间关系 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举例 跟各位做双命的 但是你记得这个原则 人绝对可以做主 只是你的方法不对 为什么往生西方净土后 反而进步缓慢呢 在净土中没有障碍啊 对不对 你看极乐 极乐嘛 极乐要不要持戒 为什么要持戒 因为极乐啊 谁换戒啊 对不对 极乐要不要布施 布施给谁 对不对 没有穷人你布施给谁 所以布施你也修不得啊 极乐要不要忍入 要忍入 那就不叫极乐了嘛 对不对 你有很多委屈啊 对不对 很多毁谤啊 那是沙婆才有的 那极乐谁毁谤你啊 都是和雅音 唯妙音啊 对不对 所以不可能啊 所以你在那边 这三个都不能修了 你要精进也精进不起来啊 因为没有二元嘛 其实世界啊 它进步缓慢 也就这个原因 你到那边你想精进 你也不知道怎么精进啊 是没有错 它整个环境里啊 都是五根五粒 齐菩提分来啊 而且呢 那个 所谓四圣地啊 四念处啊 四神族啊 四正群啊 都有 但是它总是慢啊 它就慢慢来嘛 也就像那个 释迦牟尼佛很精进一样 那个弥勒佛就慢慢来啊 弥勒佛比他早啊 早正阿罗汉 弥勒佛正阿罗汉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才发心要修行而已 那释迦佛已经成佛了 弥勒佛你看 还在遥远的岁月里 对不对 这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 你要能够在沙佛修行 这是鼎大的福报 没有比这个福报更好的 在净土中修行 听经文法法喜充满 在那种环境中 不是会更精进不屑嘛 是 这个就是不是 不是说嘛 不是说嘛 是没有错 那里你好精进 精进不进步嘛 你以为在那边精进 你精进修什么 你这还是意识形态啊 在那边听经 听谁讲经啊 阿弥陀佛跟你讲什么 对不对 因为 在极乐世界里 它就是没有逆增上缘 它没有逆境 那在那个圣经的情况之下 就好像一只脚走路一样 看你怎么走有多快 你再怎么精进就是这样 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两只脚走路啊 所以它才会真的走得前进 因为它常有逆境 所以你 你 变成多样化 当然这里有一个障碍 最大的障碍 就是杂讯太多 你只要把杂讯过滤掉啊 真的三元内 那你就很容易成就 请问在房间念佛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谁说房间不能念佛啊 你在哪里都可以念啊 你只要有公寂心就可以 念佛人哦 有一个很方便的手段 你都不知道 师父都会告诉你 哪里都可以念 就上厕所的时候不要念 那刚学佛的人 都每次上厕所才想起 师父说不要念啊 不要念啊 不要念那时候你就一直念 然后自己一直留着 为什么 至少他提醒你在那边要念啊 他跟你讲不要念啊 你就在那边 哎呦 那摸那就好了 那摸那就好了 不要再念了 为什么 就是善巧方便 只有你公寂心到哪里都一样 有个公案 一个小三明 在大殿里头尿尿 他的大师兄啊 在那边就很生气啊 你不知道这里是佛殿吗 怎么可以在那里尿尿啊 他说那你告诉我哪里没有佛 哪里没有佛 这里佛殿都是佛嘛 那哪里没有佛啊 哪里都有佛啊 哪里没佛啊 对不对 佛是无所不在的 这小三明比他大师兄还厉害啊 当然意思不是叫你在大殿里乱尿尿啊 这是一个公案 要告诉我们说 你心要恭敬 在哪里都可以 你看譬如我们经过菜市场 那个卖猪肉的卖鱼的 不是鱼腥味很重嘛 你看那时候佛教徒一定都念 那马阿弥陀佛赶快通过 对不对 那不可以念吗 那才需要念呢 怎么不需要念呢 所以不用担心 念佛哪里都可以 房间里当然更可以 但你要有恭敬心 他说因为家里没佛像 有没有佛像没关系 那古代啊 没有佛像的多的是 是现在这个时代啊 印刷术发达以后啊 佛像特别多 反而变成一种灾难 家里佛像放太多了 不知道怎么办 那这个都是啊 一种关键 我们在学佛在修行啊 你要记得 掌握住正确的方法 但是我还是告诉各位 不要留意惯性 各位来了 我已经跟各位讲了 你要学的是三家之言 我常跟各位讲 佛教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佛教的文化 一个是佛陀的真理 我们要学的是佛陀的真理 跟谁佛陀的脚步 走到真理的目标 而不是啊 跟着佛教的文化 跟着人家在那边团团伴 等一下 这一个啊 在拜水路啊 等一下那个拜梁房啊 你也不知道拜什么 拜得 佩佩串 拜得好高兴啊 然后呢 刚好有几个钱 做个功德主啊 坐在大和尚身边 做功德主是很好 你知道什么好吗 因为你富此道场嘛 对不对 功德主啊 几个万几个万啊 不是几个万 几十千几十千啊 几百千啊 富此道场 这个功德有 你说梁房的功德主啊 那整个功德恐怕轮不到你头上来 你说你为王者做 你记得 为王者做 你记得帝章经讲 诵经的人得六分 王者得一分 啊谁诵啊 我问你啊 谁诵啊 谁诵啊 都是诵经的那个诵啊 对不对 所以诵经的那个得六分啊 王者得一分 跟你什么关系啊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你只是啊 花钱消灾而已啊 对不对 所以你拿钱去做法会 是扶持道场 因为道场缺钱 你拿去供养道场 扶持三宝 培养身材 那有这个功德 凉房整个做完的 做的那个人有六分啊 你知道吗 王者那一个 你回向给他的那一个得一分啊 你要知道这结构在哪里啊 所以你要做凉房 有效吗 当然有啊 你会不会写很好笑那个消啊 当然有效什么没有效很好笑啊 你要去弄清楚他结构是什么啊 那你才能转入报生理 那你一转入报生理 心念一起这些都圆满的啊 那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啊 我不是批评法会啦 因为要让佛教能够在世间流传道场是绝对需要的 那么道场 道场要怎么住持下去啊 他要经营嘛 就透过法会 其实法会啊 这样做是不好 为什么不好 因为法会是密法的修法 要密法修法是 道场里要培养一群人 这群人专门修这个法 一年出来做一次法会 把他修法这个功德 在那一次给回向出去 那大家来发心扶持道场嘛 包括硬体的跟软体的嘛 这几个人要吃饭一年啊 对不对 那大家总要花心扶持嘛 那以这个功德来回向那就大了 不是啊 大家都在外面跑精灿啊 那这样的 那统统都变野台戏啊 在演戏嘛 就变成这种状况 所以这个我们是不批评啊 我们不是要批评 因为他在扶持道场让道场经营一下 一下去本身没错 你留意到这个部分 在整个佛教透过这几千年来 佛教也演变了 文化已经很复杂了 这不是对不对的问题 但是我们在新时代里 你应该要怎么样走出一个正确的 学佛人的一个应有的 那种心态跟立场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 那么各位有一个很健康的心态 跟正确的立场 那我相信你在学佛的过程里 要进步一定很快 我想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啊 是绝对没问题的 至于说你要不要成就啊 那就看各位的用功跟努力啊 好吧 今天就跟各位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这一会啊 跟各位所谈的一些观念 它不是新观念 应该来讲啊 是原始观念 跟你现在因为历史的流程演变啊 所产生的一些新时代的现象 是有些脱节 那我们跟各位提出来啊 只是让你做个参考 你不要去跟你所遇到的事物说 人家海云法师怎么说 你要我们两个打架比较快哦 不要这样陷害人家 大概你知道有这种情况 那么现在的佛教社会现象有一些状况 它之所以存在一定有它的道理 一定有它的原因 那是历史背景所产生 您可以放心 绝对不会有副作用 佛陀的法理啊 绝对不会有副作用 那么只是你修的福报是哪一类不一样而已 不一样 我跟各位讲说 办法会你去参加 你没有诵经的功德 因为你是请人家诵嘛 但是呢你有扶持到常的功德 我没有跟你讲都没有功德 我也没有跟你讲不对 你不要听错 这个我要一再的再生命 那诵经功德 那你诵经的人得六分嘛 你回向的人得一分嘛 你要留意啊 可是你做护持到常的功德 当然你也回向嘛 那他也得七分之一嘛 你得七分之六嘛 你要留意到这种情况啊 只是类别不一样 你原来是想要诵经回向给他 或者做法会回向给他 那这个部分呢 他也只有七分之一啊 不管谁做王者总有七分之一啊 可是你的七分之六呢 你是扶持到常的功德 你要留意啊 那个诵经啊 那个人诵是那个人得六分啊 你没有诵你就没有 你不是没诵 你坐在那里啊 一面打哈欠啊 一面喝可乐啦 那一句话啊 你要断断续续的 念个几声啊 拿毛喝一口 本事人家念过啊 阿弥陀佛的阿也念过 你就只有弥陀 然后啊 再啃一根薯条 阿佛也没有啊 你就只有断断续续的福报 不是没有啊 你念多少算多少嘛 对不对 那你没念就没有嘛 一定是这个样子 这因果是一点不骗人的 清清楚楚的 你修一段就一段 你修一句就一句嘛 你修一个字就一个字嘛 看你怎么修的嘛 所以这一类呢 我们跟各位谈 你平常没有注意到 那么你现在听到啊 可以说是一种震撼 你真的能了解多少啊 透过你的语言表达 可能出入很大 可能出入很大 这个就是道场的语言模式 善知识的语言模式 那你呢 必须长期相处以后 你才能弄清楚 要不然 你会搞不清楚 那像各位 这么认真的啊 各道场都跑过 不但中国的四大名山 印度的八大圣地 还有南船北船藏船 到处哦 你都参访过 我告诉你 你那个叫参行的 参行的 听懂吗 那个鸡蛋喔 里面没有形啊 孵不出东西来啊 孵不出东西来 因为你 你没有自己的一个 一套完整的概念 所以才跟各位讲 你要原念道场 原念善知识 原念法门 那你才能有一个共识啊 跟师父有个共识 那你要学什么 你怎么才能成形啊 你连共识都没有什么成形啊 对不对 这这个先弄清楚啊 好 这个前面的 我们就 简单的做一个 补充啦 现在要做前面的结论 我们前面讲到啊 这法报化三生啊 那么有世间 是化生的世间 有报生 就是净土啊 是报生 报生的净土 还有法生的法界 这三个很清楚啊 那么净土里头啊 其实有佛陀的净土 跟菩萨的净土 净土是真实的 世间是虚幻的 你弄清楚齁 在真实的净土里啊 那有完美的跟不完美的 佛陀的净土是完美的 菩萨的净土是不完美的 有没有 那么清楚啊 真正成就者啊 是进入法身的领域 那就是法界了 那在法界出入啊 所有的净土都可以去 要到这个世间来也可以 那么你来的啊 叫成愿再来 不是被业力夹来 现在你我他 大家来这里 都是被业力给来 对不对 把你夹来 你不来不行啊 你不能当家做主啊 因为业的圆道了 你就非得来不可嘛 就像你病了 病的圆道了 你非病不可 你要躲也躲不过 你这什么备灿啊 消灾啊 没用啦 因为业因你重了嘛 业圆道了 业国就现前啦 那你唯一有办法的就是 在净土里 赶快把它转掉 在暴身里头把它转掉 有没有办法转啊 功夫 绝对有办法 这个假如不能转啊 就不叫佛法 你要记得这一点啊 佛陀啊 在《大博物经》里面讲啊 假如有人说啊 定业不可转啊 此人非佛弟子 没有不能转的定业 那问题是 没有办法转吗 他不是花钱请人家 送金就能转啊 没有那回事啊 绝对要靠你自己转 佛陀的法门啊 佛陀真正的法门啊 完全是智力主义 完全是智力主义 尤其在这个化身里头 他有没有他力 他力是在暴身的世界里 你要注意到 他怎么样讲 那这个理论很重要 你弄清楚 这个叫法界大灌顶 这一灌 那你就满堂彩了 怎么样灌啊 你看 我们在化身里 在化身里你记得 化身在这个世间 你现在发愿 我们讲圆容道三要素 那个金三角你架够了 对三宝俱足信心 进行受行菩萨道 一有委屈有挫折 你就一百零八百 归零功课 就这三个要件 那我告诉你 大概三年到五年的时间 你会最痛苦 三到五年 第一年大概没事啊 因为没人没理啊 所以没有人要找你麻烦啊 你知道吗 就像你刚学佛的时候 家里都没人知道 那还不怎么样 但是 你让大家都知道你学佛了 你吃素了 你在诵经了 那你就要留意 你学佛的都这样吗 你们吃素的都这样吗 有没有 为什么常常用这个来激烈 把你弃个钥匙啊 我吃素我念佛跟你什么屁事啊 可是 他就常常这样给你挤一下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你的夜相在现前啊 你福报在快速累积的时候 就会有这些啊 你刚开始上班不怎么样 开始赚钱也不怎么样 赚个几年以后 人家就嘿嘿 你 大爷官员 对不对 大经理 有没有 为什么 这叫夜相现前 你赶快做归零功课 而菩萨道啊 也一样 到了那个三年到五年之间 是最难熬的时候 一般退心都在这个时候 因为人家知道你在行菩萨道 那个魔王 魔子魔孙啊 就在这个时候跟你testtest 看你是真发心假发心 假发心就play boy 那罗波发心嘛 发心不是发心 你要留意到这一点 那么这一点啊 当你这个三年到五年的时间过了以后 有一种现象 这是法界里的现象 一般人你体会不到 也就是你身在沙坡 身在世间 你的业力啊 业啊 是寄存 寄 由寄的寄啊 寄在啊 寄在啊 法界里 法界的净土里 哪个净土呢 那你不知道 因为你还没开悟你怎么知道 但是你所行的菩萨道 你所用的心啊 已经把你定好了 那个生命因素啊 就放在那个佛的净土里 知道吗 那个佛 哪个佛你现在不知道 但是法界已经有定位了 已经把你的业存放在那里了 但是呢 你过去无量节来所造的业 在你这辈子里 我们知道业不种啊 不生沙坡嘛 对不对 你来到沙坡一定有业啊 那个业 圆道的时候 他一定被献 那你就要受报 知道吗 而这个报呢 在这个时候啊 我们叫做有惊无弦 那个业会献钱 但你放心一定会过去 因为诸佛菩萨啊 在净土里啊 帮你转啊 因为你的业力啊 跟他的愿力啊 会互相激荡 产生共鸣 知道吗 他的智慧啊 会在法界里 帮你处理掉 那你这边呢 只是大病一场 就过了 这个叫做有惊无弦 所以你放心 就算你都不理他 不给医生看也没问题 也会过 但是我告诉你 你不可以这样跟人家讲 否则 他没有记在法界里 他死了就怪你哦 所以呢 该给医生看呢 基本上还是给医生看 医生说怎样你就怎样 但是你不要操心 知道吗 你不要操心 你只要好好的坚持 你原来的进行受要做的菩萨事业去做 这样就好了 其他你不要管 其他人不要管 怎么病得一塌糊涂啊 你谁塌病 死不了 跟你讲 你要有这个信心 我个人 我是这样走过来 医生已经宣告了 剩下21天开始倒数了 他肯定你绝不超过21天 因为他绝不超过一个月 看我这种病状 肚子铺开了 我以为那个 开刀的刀子多大 原来是那么小一只啊 比铅比刀还小啊 从这边啊 割到这边这样 像伦伦大铁桥一样 比我们那个 那个到北海那条桥 还大的桥 这么割过来啊 他已经判断了 你这个非死不可 本来心脏要换 肾脏要换 还有什么东西要换 胃要割掉 肠子割掉 肾脏要割掉 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通通要割掉 结果剖开以后说 这没用啦 不要割啦 留个全尸啊 又把我换回去了 然后开始倒数要死 我跟他讲可以不死嘛 他笑笑 我说真的非死不可嘛 你这种情况就是要死啊 你回去赶快把后事办好了 我就说不死不行嘛 他就呵呵呵 冷冷的笑两声 我說我可以 我是公务员可以请假一年 他笑死人 一个月都活不过去 还请假一年 跟他签拜托万拜托 他叫我管 叫我出院 我说价条拿来 不然我不出院 后来很勉强啊 万不得已开了一个月 他说我竟然就很没有面子 沒有面子 我判斷二十天要死的人 怎么会开一个月的假条 我说你好好心嘛 行行好嘛 给我带到沿路往那边去嘛 也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个好呢 我是这样子 才请了一个月的假 一个月过后 我再去跟他讲 再开一个月的假 你不是死啊 你要有不死的本事 那什么 把月啊 死的月啊 系在法界里 放在净土那边 那你在哪个净土 你菩萨道要行啊 就这个问题啊 你有没有肯定一件事情做 你不用想的 想的没用 真的去做 我们深重人在道场顶 执事也一样 我这辈子这个执事做到底 人家怎么羞辱我 侮辱我啊 不理他 一百零八拜 今天一次就一个一百零八 今天五次就五个一百零八 这就是虚心人嘛 人家说你两句 你跟他讲半个钟头 解释不完 那亏死了 对不对 你讲你两句啊 不过几秒钟 然后你解释半天 对不对 这辱不辅出嘛 只有十年造业 不用讲 一有这种情况 嗯 是这样子 夜相 一百零八 快的哦 不必等到晚上 马上能够的话 马上就拜 那个人讲你啊 一讲完就看到你去拜啊 我告诉你哦 他的脸哦 一定通红 一定不好意思啊 一定不好意思 几次以后啊 他的口业就会改了 那你功德就两倍了 知道吗 你要记得 我们在修行 你要用修行的方法来处理 不要解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业绩法界 这个也就是净土 它存在的价值 那你经常这样子在进行 你命中之后 绝对心不颠倒 往生那个净土 知道吗 那基本上我们来讲是 假设你 哦 身强力壮 哦 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修行 那你修行一定会成就 那么这个成就 就一定到阿弥陀佛这边来 那你假如用我们刚才讲的 这一种圆容道修法的话 那你直接就入法界去了 就入法界了 那意思就是 你的生命因素啊 这个生命因素啊 直接就到达六十分以上 六十分以上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状况 我把这个整个佛法中的 这个法界的结构 大概的状况跟你讲完了 讲完了啦 比较深一点 也比较难懂一点 那你假如有心啊 想要在这里面弄清楚的话 那我们有个原则 就是你要报名 去年我讲啊 你要修法要报名 我想四个月来一次 一年三个月来一次 一年来四次 没半个人报名 所以去年讲完 今年才到 今年再讲一次 假如你要报名 这样修法 包括残官 包括异学 包括仪轨 都想要学好的话 要报名 你不要明天 明天我就回去了 您今天就报名 报完名以后呢 我们有可能 我不讲三个月来一次 半年来一次 一年两次 那假如再没有的话 我们就明年再见了 只有这样了 这个是 你要留意的 修学的 一个要领 一个方法 这是一条 非常好的路子 因为这个部分 我讲的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第四期 佛教思想展开的 一个重头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 因为过去啊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佛教所讲的 这法界的结构是怎样 没有 我们有的是 余且思理论上面讲的是 三界结构 三界啊 就欲界 色界 无色界啊 这几成天 二十八重天 是怎么架构起来的 这个结构 但是法界的结构 没人讲 你们算是最幸运的 有史以来第一群听到的 我说不小心啊 讲阿弥陀经的时候 怎么全盘拖出 统统拉出来了 经文最后面的这一段啊 它告诉我们的 是世间的现象 你看看 我们跟各位讲啊 净土啊 是报身佛的世界 它里面 在净土的人 很简单 每天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供养十方诸佛 对不对 也就是培养自信三根嘛 全方位的培养自信三根 这是每天最重要的第一件事 那我们只是相对的跟各位讲说 在沙浦世界的众生啊 每天第一件事情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对不对 这是人间七宝 没有柴米油盐酱醋茶 就别混了 所以每天起来都先混这个 混到完就完了 结果你齐普提分搞错了 搞到柴米油盐酱醋茶 也是齐普提分 人间七菩提 只是填饱肚子而已 那在净土里 齐普提分是很重要 是真的齐普提分 那净土啊 是报身净土 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 那我们只简单的这样带过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后面这段经文 讲我们人间的事 人间是怎么人间啊 你看看 佛告诉摄利佛 说如我今者 像我现在 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 必诸佛等 我称赞他们啊 他们也称赞我 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 那释迦牟尼有哪些 不可思议的功德呢 下面就是他要讲的 熬作誓言 怎么称赞呢 释迦牟尼佛 能为甚难稀有之事 这句话是很难得的 释迦牟尼佛从来没说过 他是释迦牟尼佛 你知道吗 现在来讲啊 他虽然是借用他佛 其他佛嘛 说称赞释迦牟尼佛 而释迦牟尼佛自己说 他自己是释迦牟尼佛 大概只有这个地方有 其他地方没有 其他地方没有 你知道吗 你要留意到哦 所以这是很难得的 他讲什么呢 能以沙婆国土五着物事 这个就是这个世间的特色 在极热世界啊 没有五着物事 没有五着 我们这里有五着 哪五着呢 绝着 绝是时间很混浊 见着 知见很混浊 烦恼着 烦恼太多 众生着 众生也混浊 众生啊 因为我们的身心里 下面是讲 下面是讲 命着 一共五个 我们命啊 我们求生的命啊 叫不正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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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八正道叫正命嘛 正命的意思就是工作啦 你的职业不好啊 叫不正命啊 叫不正命啊 因为我们的身心里 既想往生极力的世界 又想吃牛排 就左了嘛 你不能单纯嘛 既想结婚生殖 又想得永生 又想 混杂在一起不纯 所以叫左 纯的话就不左了 左了就不纯嘛 因为你有好几个 好几个目标啊 混杂在一起 好几个动机啊 同时存在 这个叫左 烦恼左 见左 觉左 所以我们相对于极热世界 就是所有的暴身净土来讲啊 每天的第一件事情很单纯 都是培养自信善根 全方位培养自信善根 全方位培养自信善根 而且那个社会里啊 就那个环境里啊 不管是动物 禽兽都出荷雅音 三川陵木啊 都出唯妙音 对不对 这唯妙音 和雅音呢 都在演唱 五根五立 齐菩提芬八正道 那么你听了以后呢 那经过自己的思维修以后 文思修以后啊 那你就转变成念佛念法念生 对不对 前面有讲过的这种情况 那这里不是 这里你转不了 什么转不了呢 跟你讲一讲 你一听一听也对 对对对明天又来 师父你昨天怎么讲啊 对啊 不过 不过 那师父跟你讲了半天啊 嗯 这样是对啦 可是 又来了 师父又讲完了 但是 师父跟你解释半天啊 还有 你是打不倒的 不倒翁 这个叫 五着物事啊 五着物事啊 太左了 太左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时代 这个世间的 众生是什么 在生诸欲灭里啊 我们属于灭的阶段 意识形态流啊 一直在流动 意识形态啊 所以你讲第一念 你那个什么第一念 你根本跟第一念就没关系 你是第一个意识形态起来的时候 每一个意识形态啊 大概有一千万个概念 组成一个意识形态 而你是生活在无量无边的意识形态混浊里头 每一个概念啊 大概啊 大概啊 又有一百万个以上的综合式性在起作用 每一个综合式性里啊 又有一百万个八四四在起作用 那你去想想看 每一个八四四里啊 有一百万个以上的 这念头在起作用 那你哪有第一念 第一念你根本看不到 那这个我们要讲实修的时候啊 要讲你那训练的过程里 那才有可能跟你仔细的讲 现在没有办法讲 现在只是一个概念 让你知道一个宏观的部分 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世间的虚幻 所以我们前面跟各位讲 虚幻的生命有三个要素 记忆 推理 跟你的目标 目标尤其是目标 目标是什么 妄想 妄想 妄想是什么 欲见 你有妄想就是你的欲望啊 有没有听过那个故事 有一个人啊 很穷 有一天在路上捡到一个鸡蛋 回家就告诉他太太 我捡到一个鸡蛋 太太也很高兴了 太太就想 今天晚上有蛋可吃了 先生说不 那为什么 这要把它孵出小鸡 太太也很高兴 这样我就有鸡肉可吃了 她说不 那要干嘛 小鸡可以生很多鸡蛋 那我就吃不完的鸡蛋 这个老公公说不 这一小鸡通通 鸡蛋通通要孵成小鸡 她说干什么 这样子我们就有很多小鸡 可以卖很多钱啊 她说哦 那本来有个鸡蛋 后来变成一只鸡 后来很多蛋 后来很多鸡 先生现在说通通都不是 他说你卖很多钱 哦 她说对 我可以买好衣服啊 可以 做好房子啊 她说不 她说干什么 哇这个 那么多钱我可以讨小老婆 这个她在一生气 鸡蛋就那一破了 老公说哇 小老婆死掉了 这叫妄想嘛 对不对 老婆也妄想 等一下吃鸡蛋 等一下吃鸡肉 等一下美丽的房子 美丽的衣服 老公一直想着一个啦 小老婆小老婆 哇死掉了 这叫妄想啊 妄想就是欲望啊 所以我们在欲界里 都是妄想欲望 你有没有你说 你说你有没有 只是比较高级不高级而已啊 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欲望跟妄想呢 就来自于五拙嘛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的赚钱就是要把自己弄漂亮起来 他也不知道他几岁 八十岁还想要维持 跟十八岁一样的美白美白 天天在美白 为什么这些都是欲望 怎么会有那么多欲望呢 就来自于五拙 解拙 见拙 烦恼拙 众生拙 命拙 各位要留意到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那一个妄想啊 就是最主要的生命因素 虚幻的生命因素 那些妄想从哪里来呢 从你的记忆中来 从你的推理来 记忆是虚幻的喔 当然你会讲 啊没记忆不就变白痴吗 是没记忆是白痴 啊你最严重的问题是推理 啊不推理人的生活不是大乱吗 乱才自然啊 你没感觉吗 有一种人啊 这个世界有一个民族啊 他是生活的很严谨 草皮也弄得一样高 那不但铺上白痴子 而且还要用个猪八戒的扒子 把它扒出一些纹路出来 有没有 那是哪个民族啊 有没有看过 然后这甲山 那树啊花都整理得很整齐 那个 那个用几何图案就可以排出来 看起来好像很整齐啊 照相可以啊 没有生命感 机械化 机械化 一个真正的美的 它是参差不起的 你去留意看 这里头几朵红花 有没有看到 那些花是不是都一样 因为是红色的花 所以都一样的花 你讲一样的花是很抽象的概念 这个花每一朵都不一样 知道吗 你只要看到每一朵都一样啊 你一定肯定说它是塑胶花 对不对 要是真花绝不一样 即使叶子都一样 看起来是很像 你去对比一下 没有两片叶子是一样的 你不信你出去外面 你家里那个树叶拔下来 同一棵树同一枝里头 你拔两个叶子去对对看 绝不会一样 一样的一定是塑胶做的叶子 真实的生命不可能一样 在这个地方它是不同的 所以你做一个花园也应该啊 它是零零落落 就参差不起 OR这边多一点 OR那边少一点 有没有 你看起来这样不对称 你把它拉得很对称 那电脑最对称啊 对不对 除非你是日本人才要搞那个东西 那两边一定很对称 硬邦邦的 那没有生命感 没有生命感 有一个人是这种人 他每天啊 走到钟表店都对一下钟表 那有一天啊 他就问钟表店的老板说 你这个钟准不准 他说准 他说你怎么证明准 他说因为每天你都这个时候到这里 所以我对着你的时间调着我的钟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叫康德 康德是德国的朱熹啊 宋朝的朱熹啊 是德国的康德啊 我敢肯定啊 康德一定是朱熹投胎转世的 两个人就像机器人一样 走路的步伐一定一样大 一定一样大 脚张开就那么宽 跟机器人不一样吗 现在这种人世间有 但是缺少生命感 汉朝也有一个将军 叫魏清 他十几岁而已 他上朝 上朝退朝 拜皇帝以后就退下来 那走路的步伐都一样 他走过的路 那个砖啊 那叫汉砖啊 汉朝不像现在地砖那么硬 他走过都凹下去了 他上朝才几年而已啊 你看那走路的步伐那么稳 他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大将 当然身体是怀梧啊 雄壮啊 但是那个步伐 你能吗 我告诉你你不能啊 就算你长得像大象一样 你也踩不下去啊 因为你每一个步伐都不一啊 那种人有 但是很少 是非常特别的人 你在世间要是遇到这种人 我告诉你 你日子很不好过 因为它一定的标准在啊 我们是不一定 我们的生命是有一定的弹性 你要留意到 那你这个一定的弹性啊 是一个自然的 可是现在人就是 因为有这个弹性啊 他自己把生命弄混浊了 弄混浊了 所以反过来啊 变成那种生命的人啊 像魏清 像朱熙 像康德这种人 反而他们的生命好像特别有效率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那这种人不能多 多的话 这世界就变机器人的世界啊 我们 要留意一下生命存在的现象 那我们跟各位谈到这里 这个沙坡世界就是有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 人性啊 是很复杂的 复杂 因为这五着 这五着 觉着 见着 尤其知见混杂 知见混杂 不是正知见不正知见的问题而已 它是交织在一起 正确不正确通通混杂在一起 而且呢 有各种不同的正确的意见 跟各种不同的不正确意见啊 全部在一起 那混杂起来啊 这世间 不是黑而已啊 是左啦 各种颜色砸在一起啊 你根本看不清楚 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个世间的人 你很难教化 他不像极乐世界这样 净土里面的众生很简单 你到药师佛的世界 他清一色 来到阿弥陀佛这边也清一色 你不管到哪个佛 什么阿初佛 阿初毗佛 有没有 前面念的那些佛啊 不同的佛 有不同的性德 你既然跟他相应 你就一定到那里 那既然是单一就好教化 那我们这里复杂 各位要留意啊 你就是要摸索啦 摸索正确的啊 我们这里难是难在哪里 我这样讲 大家在这样听 你回去讲出来 每一个都不一样 这个是麻烦啦 是不是只讲一种话 我们这里一百个人 两百个人回去 大概两百一种答案出来 有没有 这叫觉着见着嘛 众生着嘛 烦恼着 那回去都不一样啊 有没有 好 那么这里的可贵也可贵在这里 你看大家都不一样的人 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 你看这一点就好 这就很难得 从我这边讲下来 大家听回去以后都不一样 这一点来讲啊 刚讲难话 可是你要知道 既然都不同的人 为什么都会来这里听呢 这不是很殊胜吗 你在极热世界里啊 大家都来听那很正常 因为大家同一概念嘛 可是我们这里是不同的概念 对不对 因为五拙嘛 竟然我们这些人会聚在一起 所以在这个时候跟你讲佛法 有时候你听不清楚 我跟各位讲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你可能感受不到 你看看这边看看那边 我亲戚不过这两三个而已 怎么每一个都是啊 我告诉你 生生世世在一起 我们都是好兄弟 你可能就不知道 这辈子当然不是 可是你要知道 我们有很深的缘 这个缘已经让我们 突破了五拙的凡礼 你有没有感觉 我们都已经聚在一起了 而且是为法而来的 所以我个人常有这样的一种使命感 就是说 大家既然都有这么殊胜的好姻缘聚在一起 那我当然要把最好的供养给各位嘛 是不是这样 这个就不能清脆共共的啊 大家像跑龙套来一样 不是啊 我相信你在这里听你也感觉到 我每天都很认真讲嘛 对不对 不是吗 不要那么吝啬嘛 要说我很认真讲 你好像不太赞同的样子 我的意思不是说别人不认真讲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啊 你一定要听到佛法 佛法到底是什么的这一点 一定要弄清楚 一定要弄清楚 所以我常跟各位讲 你只要听我讲经 听过一节课 不成佛都不可能 一定度你到成佛 你别讨 不管你到哪里去 一定要追着你成佛 一定要追着你成佛 因为在这个地方啊 你既然来了 我们有这么殊胜的姻缘 我也很认真 播一下这个种子 对不对 所以不可能啊 让你白费啊 你说你 哦我听完以后 我想我不成佛 我不成佛是你讲的 要你成佛是我的事 不然你怎么给我听 听了一节课 所以既然大家来了都很欢喜 那我们就高高兴兴成佛去 对不对 你不用担心啊 这个是跟各位谈说 虽然这个世间啊 是五卓 是沙婆 但是我们还是有很伟大的一面 很殊胜的一面 虽然来听的大家都不一样 我告诉各位 不只你能够有常组的进步 我也有特殊常组的进步 因为我要从各位当中来学习 因为大家会这样听那样听啊 我要怎么讲啊 你才不会听错 这变成我的功课嘛 关键就在这里 所以这一点为什么要一再一再的讲 一再一再的讲 关键在这里啊 而这部经啊 它最大的特色就在 五卓五四啊 是到最后才提的 到最后才提 以后 还有机会看别的经典啊 我们在跟各位谈说 这个沙婆世界的众生啊 它是怎么刚强南化的状况 那这个地方啊 现在这样就很清楚看到了 这个世界的众生是这么复杂 那么极力世界 为什么是那么清净 跟纯 单纯 它很纯 它不像这里很浊 那么它的纯 又代表着什么 这就是报身佛的世界 这个化身佛的世界啊 就是浊 为什么啊 因为它这四种现象混杂在一起 对吧 生理现象 心理现象 生理现象扩大的物理现象 心理现象扩大的社会现象 这四种现象啊 交织在一起啊 所以复杂 在净土里没有 所以我们说 佛陀的净土就是生团 生团呢 就是一心半道 它的特色就是培养自信上根嘛 所以呢 你不要为柴米油盐降出茶去操心 所以你想出家 想要认真办道 想要好好的共处一个生团 那第一个前提就是 饿死也不走 你要有这种 守穷的本事啊 要有饿死的能耐啊 对吧 我就办道办到死 死就死嘛 那这个才叫行者本色嘛 肚子一饿了 我去脱波好了 我去化缘好了 那都不是行者 就化定你的圈子里 在道场里 就是这样下去 这个是行者本色啦 但是今天生团已经破了 缺少这样的一种状况 那我们就很难去进行啊 所以有了生团的净土 才有可能建设人间净土 没有生团的净土 我们不能建设人间净土 那么大家现在很多人 在建立佛教家庭啊 佛教家庭其实是架构在啊 五界十善上面 你有了五界十善做一个依据啊 那才有可能叫做佛化家庭嘛 你五界十善都没有 怎么做佛化家庭呢 而最主要的 你要有一个道场 你这个家庭要有一个道场 是你所依靠的 有一个师父是你所依靠的 有一个法门是你所修的 要有这样的一种状况 这个都是大家要共同努力的 因为中国文化这一两百年来的残破啊 使得啊 我们整个民主的自信心 跟自尊心全毁了 那原来有良好的社会制度啊 也都不见了 现在我们需要再重建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再看 他讲这十方诸佛啊 称赞释迦牟尼佛啊 能够在沙婆五卓勿啊 得阿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为诸众生 说是一切世间男性之法 这个男性之法指的是什么啊 那你就要回到啊 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 那个时候佛陀成道以后不动 他想到啊 他这个正法是世间男性之法 没有人能信 所以他要入灭 因为要入灭 这个时候 道立天的天主 世体恒因看到了 诶 佛已经成道了 为什么不起于做 这有问题啊 他一看再看 不对 世尊要入灭了